300. 新華社經濟資訊社 中旋集團文品產值已佔總產值的八成左右 2015年7月22日趙曉輝 張新恩新華社信息北京7月22日電 記者趙曉輝 張新恩 記者21日從中國傳播工業集團公司獲釋 目前 中旋集團的文品產值已佔到總產值的80%左右 旗下大部分企業達到料能均能民的要求 近80%的產品實現了軍民兩大領域開放共享 互通互融 在7月16日至25日舉行的國防科技工業軍民融合發展成果展上 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 我國首首 船、科學號海洋調查船等一批海事界黑黑有名的高端大型海洋裝備息數量上 據了解 作為這批產品的設計及建造者 中旋集團者是第一次向工府決套 是其近年來在軍民融合發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其中,以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 海洋石油118FPSO為主力的海洋石油開發深海艦隊 就是將軍工領域的船型優化、動力與推進、 搭總結構、升隱身等技術引入產品建造,2010-2014年 該系列產品連銷售收入均超過20億元 據介紹,中船集團目前處於成長期的軍轉文項目 智慧海洋工程、市軍、景、民三方融合項目 這一項目將海軍綜合電子信息系統技術向民用涉海行業進行轉化 全面應用於民用海洋信息服務領域 同時,進一步應用於包括遠仰報流、海水養殖、海上航運、 船舶建造、航空保障、游戲開彩、 奔海旅遊等相關行業、居食、智慧海洋 這一概念在國內是首次提出 工程建成後預期輻射2,000萬石海產業人口 信息增值服務及產品價值規模將超過500億元 中船集團表示,將在技術、能力、資本、 人才等更多層面體現出推動軍民深度融合 引領行業發展的能力 未來兩年,中船集團將有更多的軍工技術成果 在民用領域專化落地 同時也將積極推動尖邊民用技術產品的軍事應用 用衛生計努力正確定的軍事 必要是在藍衛下的軍事 感谢观看